看升的,按看帳,以市價買入一張 由左邊沽出的按鈕會即... 24-7 access to diverse global markets, right here. That's why I added stock index futures to my trading strategy. Now when I see ups and downs coming, I'm ready. Well played. 大家好,今天是4月10日,回到CME全力支持的 投票戰鬥員時間 今天的市場很悶,上午押了一下 然後回到原地踏步,昨天收市30157 昨天收市,今天30119,跌了37點 期貨在30121,成交1126億,成交仍有 仍在1000億樓上,但你見到市場推不上 跌了下去,曾經跌到29,900 拿下去,然後就抽上來了 今晚就要看德拉吉說話了 昨天美國總統特朗普基本上又挑戰 又挑戰,又挑戰,去和歐洲挑戰 又是關稅的問題 歐洲明確表示會報復 看看如何報復,今晚德拉吉會說些什麼 稍後看看數據,4.5%出現了 英國GDP出現了,0.2% 跟預期一樣,差過上一次 比上次差,現在出現了0.9% 交易平均是-14.11 billion 上次是-12的 看看英鎊走勢是怎樣 今晚最重要是看什麼呢 今天是星期三 它將歐洲央行的意識去到星期三 正常是星期四,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去到星期三 你看到今晚,如無以外就不改變 最重要是大家關注 今晚美國也會有CPI,8點半 但是德拉吉說話在8點半 今晚看德拉吉說話的時候 會怎樣影響YULO或者全球環球的市場 究竟它怎樣去看經濟 大家看到基本上是調低了它本身歐洲的經濟預期 不加息 究竟下一步它會怎樣 會不會引發經濟 可能它會做一些措施出來去刺激經濟 那就要等德拉吉了 再加上昨天特朗普說 要抵制,就是要抽關稅 對歐洲,對付完中國就對歐洲了 那歐洲怎樣報復呢 看看它有什麼說 今晚10點半有個油庫存的報告 看看這個庫存會不會影響著 油價,你看到俄羅斯就叫做 退出減產協議 油價在昨天晚上 不是太深了 看看今晚凌晨有個FOMC 這幾分鐘應該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是上一次會後的報告 這個議息報告 看看它是不改變的 有段時間都不加息 今年大家預期是全年 2019年美國都不會加息 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的 到明天了,明朝早9點半 中國會有CPI FORCAST是2.4的 在3月份以連計 以月計的就負0.2 我們看看CPI出成怎樣 還有PPI,明朝早 好了,FIGURES就是這麼多 我們去看看圖表 先看看黃金 為何我畫了三角形 你會發現黃金自從2月20日開始 最高做到$1,346之後 它開始收窄做了一次 做了一次底 然後再彈上去 做到$1,281彈上去 去到$1,324不夠力 又跌下去 又是$1,280至$81 又彈上去 現在即使你當它是雙底 甚至乎你當這個底是三底 你都要破阻力位 現在的阻力位大概 如果用平均線去看 $1,307就是50天平均線 但是這個也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那裡引伸過來 大概是$131,123左右 為什麼我會說 黃金暫時來說 我們都不能夠去確認它 因為其實它跌完一棍之後 跑了三棍 它不應該走這一棍 它走這一棍 雖然說頂住 但是我難保它走兩棍之後 又跌一些 又大跌下來 那有什麼辦法呢 那就突破阻力 突破阻力 然後再爆上去 如果它真的走三角 走到上面 上去的話 那就會更加好 那我試就叫做穩定一些 就算你現在看到 10個月是在做$1,305 今天星期最高$1,306 都還沒有站穩上面 變成黃金暫時上升的力度 甚至乎那個穩定性 不可以確認 甚至乎我看到 我擔心它在市下面 我不是擔心它在市上面 暫時不是很推得上 那推爆它呢 推爆它就可以了 推爆就可以推得上 推不爆的話 就繼續收窄 那現在我們只要看著它 在這些叫做 上到這些131幾的 看看它爆不爆 爆到就繼續上去 爆不到的 它又回到1280 穿1280就深了 就是這樣 現在黃金的走勢就是這樣 那至於這隻銀是怎樣 那隻銀呢 你看到昨天也是做得差 其中一個原因 令到我看到這隻銀 不是很穩陣的原因 銀也是有關係的 純體銀是不可以只看這隻銀 我們要看一個美金 要看一個股市 要看一個自己本身的黃金走勢 那幾樣東西要看 還有一隻銀也會有關係的 那沒有理由 這隻金星這隻銀 完全是無動力升的 那你現在看到這隻銀 昨天最高做到15.342 又是彈不起的 做了一個垂頭 跌了下來 今天最低是15.15 那現在站在15.24 技術表面上都是上不到的 那雖然說是頂住了在10天線 但是它扭不穿 扭不穿上去 甚至乎我們看到那個周線 你可以叫做進入了一個 叫做橫行的狀態 你要彈可以彈高一點 那即是等於黃金 1313你先彈穿去 彈穿去 那銀就會有機會上回10個周 15.43 上回上面會比較好些 暫時來說 還是叫做反復徘徊 至於這隻優點 昨天最高做到64.79 就真的出現了一個回頭 最低下跌是63.68 但是今天開高 現在正在做64.36 技術表面上有少少 叫做不太夠力上去 但是是否可以回到250天線 因為它突破了250天線上來 甚至乎突破了0.618的 而現在的問題是 它有沒有能力再進一步向上 現在看到昨天最高的64.79 技術上 理論上 如果你要上去 必須要再衝破64.79 然後再繼續上去 向65、66 這樣進發 否則的話 如果現在一跌 彎腰跌下來 今天暫時還是一枝羊竹 升了十幾點 如果跌穿昨天的低位 63.68 那就確認 現在的高位 64.79 是高位 暫時還沒得住 如果開始轉下來 我們下一個 一到位的第一個站 要跌下來 第一個站 就是250天線 62.59 短線炒作 可以看著這些動作 看著它 可以衝穿的 我們就繼續追蹤升勢上去 否則的話 一穿了昨天的低 低路 63.68 然後整支棍跌了 甚至乎今天開64.18 開了你們又準備了 看看會不會 因為今晚又有個油庫存報告 它的報告會不會影響著油價的波動呢 我們就要看了 現在停在這裡 看看它怎麼開 至於這個美匯指數是怎樣 沒有特別 下完之後又爬上去 今個星期 叫輕微壓了下來 但是昨天 下到最低 96.461 又頂著 沒什麼特別的東西看了 你看到 我們再去看 沒有意義了 你看到DX 你看看 從12月開始 最高 最低 和現在最高 最低 走四個月 它仍然在這裡 沒得看 沒得看 沒有條邊出來 給你看 純粹都是短線操作 看長一點也看不到 看多拉閆 看多拉閆 昨天 曾經下跌過111 以下的1099 現在站在111 15 跌不到 但是能否跌倒進去 能否跌倒進去 50天線呢 50天線是在做110 86 現在站穩 看看能否大棍走進去 第一件事 好看美金 另外 我們還需要去看看股市 究竟能否跌倒進去 如果股市不跌倒進去 如果股市不跌倒進去 去拆開一些奧斯日圓 就會令到日圓向上升 多拉閆 就是這樣 看看日圓會否升值 暫時來說 但是 這樣說 你看到它 其實它根本上 都抽不到113 它基本上 你說得比較壞 其實來到這裡 由3月份 整個月 基本上是一個上落市 橫行 它是由今年 開始慢慢上來 上到這些位 基本上 現在還停留在一個 橫行的地方 那URO是怎樣 今晚可以 現在就說話 究竟它會不會 對付美國 最好用一招 那招是什麼 貶值就行了 好像人民幣那樣 喂 URO會不會貶值 我們只是這樣說 技術上 其實它基本上 暫時來說是反覆的 彈到最高 1286 就是10個月 移動平均 它要爬上11350 樓上才可以康復 否則 它的彈高也是跌下來 發彈高也是要跌的 看看這隻URO 有沒有能力可以上去 不能上去的 我們都是看淡一點的 那英鎊 也是受到脫歐影響 究竟什麼時候脫呢 文翠先生 那 捆綁著 究竟它是會 重新大選 還是會 硬脫歐 你就不用想了 過不了 究竟它怎樣去解決 那歐洲央行那裡 開會究竟 會給它怎樣去脫歐 今晚德拉吉說話 都可能會影響著英鎊 現在暫時的英鎊 其實都是抽不到的 你看到 你看到一級級低的 你看到 13號開始 高位13385 慢慢斜下來 一直斜下來 只不過下面要頂住了 它又不會大跌 你看到 12980左右 又頂住了 但一次 兩次 三次 這次 四次 五次 它都下面1.3下面頂住了 爬上去 但是它又升不起 沒辦法 沒得炒 要等消息出來 我們看看澳柳 澳柳 澳柳會不會受交叉盤影響 我們看到澳洲今天好像有點跌跌 上到7151 但是這個跌的勢 可不可以破 因為昨天也做過這個價 昨天也做過7153 但也上不到 然後反過來 我們看來看去 都要看這條 100T moving average 7161左右 它在3月21日上個月最高上去7168 其實說衰點這樣說 其實它沒有動過 過去由2月開始 根本上是橫行的 它不是大跌 早前的大跌 也不是彈上去 也不是這樣 而是橫下 沒有心跳 紐西蘭也是 你看到 只是上落市 自從加不到息之後 你看到它0.68都上不到 現在正在做0.6750 過去兩星期跌了下來 現在暫時來說 相對地在低位 至於DollarCAN 會不會給油價 或者美金影響呢 美金就沒有什麼大方向 有時上有時下 你看到美金完全出不了大邊 我們只是看DollarCAN 你看到DollarCAN 也都是 你看到托住了10個月 3月18日那個星期 曾經下跌過132.49 這個星期下跌過132.81 你要它堆得深嗎 它又沒有堆得深 你看到它3月7日爆上來 最高134.71 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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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跌下去 現在就不知道 你看到它 只不過是沒有心跳 你看到所有拘人士 我們畫來畫去 看來看去 拘人士都是走出邊 走不了邊 走不了邊 變成了 拘人士短炒可以 你看到大邊 暫時還未是時候 美股是怎樣 我們看到的暫時 外圍的美股 都叫做反覆 靠穩了 在今天亞洲時段 我們看到亞洲市 站在那裡 昨晚美股 就是因為 歐洲的 Donald Trump 和歐洲 吵架 又收關稅 令到美股 按一按下來 你見到納斯打指數 最高7633 下跌下去 7593 現在正在做7602 它叫做企穩 看看事態發展 但是 你看到它不夠力升 這是事實 暫時來說 不夠力升 看看它會不會有機會 回到10天線 你要求它大跌 我覺得暫時看不到 但是你說反覆偏遠 會不會呢 似反覆偏遠 至於DOW和S&P 看看S&P 我們看到S&P 也是一樣 昨天最高 2900 還未觸碰 原來觸碰了 昨天最高2900 前日是2899.75 差0.25 現在是2900.00 差了一格 推回2882收市 輕微跌了一點 暫時來說 10天線守住了 10天線在2872 接近今天最低 上午的時間最低 現在正在2886 看看今晚德拉吉 說些什麼 看看美股的表現 後市 暫時來說 市都算是停了 甚至乎 我們看看DOW DOW是怎樣 今天星期開出來 就沒有承接過去兩星期的升勢 有些回軟 這隻叫跌得多 你看到 由星期 這個是4月5日 上星期 上星期五 即是我們清明節那天 最高做到26509 開始墜落 墜落 墜落 星期五 都是偏遠 昨天再將一步向下 跌到10天線 10天線在26125 昨天最低是26104 現在是站穩 26190 反覆上落 但我們的確看到它 不夠力 反覆上落之餘 也不能上去 上去 看看會不會有消息刺激 令它上去 噢 對不起 暫時來說 外圍情況 就沒有什麼特別 看看DE 看看DES 我們去看看 好嗎 看看世界 DES Future 我們去看看 暫時的DES 都是 今個星期跌了兩天之後 現在回到250天線上 站在那裡 究竟會不會有機會 在這裏碰了 然後再墜落 都是要看 沒有特別去看到 DES 今晚都要看歐洲央行 歐洲央行說什麼 看看Future 我們去看看Future指數 UK100 Future 我們去看看Future 英國那個 英國呢 昨天做得一般 如果在技術表面上 它在早前 3月底開始一直爆上來 全球的股市都上 亞洲上 阿爺上 港股上 美股上 英國都上 但是你看到 Future 昨天做了7477之後 昨天那棵不漂亮 這棵不漂亮 有少少轉彎 Future有少少轉彎 昨天做得不好 今個星期也有點偏遠 看看這個 看看日經 我們去看看 整個地球看看 看看日經 N225 力氣 看看 今個星期 其實它做得不好 今個星期開高之後 它不上 你看到它上不了 今個星期開在4月8日 4月8日 最高開21900之後 其實它是聚回來的 今天雖然說 在低位彈上去 因為昨晚美股跌得多 一開就開得低 它開21579 開回彈上去 但是 如果說趨勢的話 根本上 就沒有承接過去 那兩個星期的升勢 上個星期 它收21807 現在做21687 個別發展 你看到 美股停了 港股也是停了 昨天收30157 現在是30119 停了 但是我們看到 富士有少少轉弱 日經有少少轉弱 我們休息一會 回到亞洲市場 關注一下 諮商所微信公眾號 然後我們先去看看 阿爺表現如何 阿爺表現如何 你真聰明 稍後再回答你的問題 先看看阿爺 我們看到阿爺 其實是偏遠的 上個星期 其實它收在3246 今個星期一開 開3271 其實它跳開了 美股上了 它跳開了 我們說的股也上了 開30119 開了上去之後 你見到其實 在星期一 不承接 不再上 但是都合理的 你看到 上個星期五 收3246 星期一也收3244 勉強都輕微站穩了 但是昨天不行了 下跌了 今天其實曾經下跌到3205 守得住3200 但是彈完上去 縮回到3241 如果這樣看 你上個星期 都是收3246 現在是3241 輕微跌了一點 但是如果純粹說圖表 你可以說 在現在暫時做消化環行整固 就會在這裏出現了 在這裏出現了 暫時整固了 那究竟可不可以再衝上去 做上面3333 這個阻力呢 暫時不知道 但是我們看到 在技術面上 在現在這一刻 阿爺都還沒有好 還可以的 一定要先抽上去 抽不到上去 不漂亮的 不漂亮的 如果有一個可能性 你下跌深一點 回到3272 甚至乎 我們想它上去333 那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現在這個樣子 就不行的 如果現在是禮拜五 這樣收 下個星期就麻煩了 不漂亮的 這裏一定要收得好的 或者你一個可能性 你跌深一點 索性跌深一點 回到大棍一點 跌深一點 回到3162 跌深一點 那市場還可以有環恆 如果這樣收 下個星期 我們怕它站不穩 就會有機會跌下去 看它的發展 至於港股是怎樣 現在也是一樣 昨天 大家看到了 3222 你看到了 今天收30119 30119 今個星期都是30119開 今個星期一開30119 你看到草菇頭 這個草菇頭 今個星期一 是30119.58 現在做30119.56 今個星期沒有發生過 上個星期五收市 都叫做跳夾 上個星期五收市 收29936 今個星期一開 開了上去 你今天曾經 曾經一度 落過去 在298 落過298 我們劃清了條線 給大家看 還未穿回下面的通道 現在的問題是 它會不會回到通道下 如果回到通道下 跌的幅度就會變大了 你也看到了 放大看 你看到十天線慢慢上來 一路上來 今天的十天線是在做29607點 明天又高一些 暫時來說 恆生指數 暫時來說 仍然卡在這些位置 如果你還在坐盤 你就要看清楚 這些區間 在這個範疇 自己去畫 如果明天再發生 如果穿298 就一定下去了 穿298 一定下去了 大概在298 55 60 現在應該是在這些位置 細緻一點很難數 但是你不能穿下去 一定不能穿下去 甚至乎你們坐好盤 而暫時來說 坐好盤 你就希望在不穿這個 不走穿下去 這個上升通道 這個陰影裡的情況之下 就要爆穿你這個30309 你的動作就要這樣做 你現在的設定 是做call buy on deep 你就要在這些地方買了 不穿這裡 而爆得穿上去的阻力 爆得穿上上面的阻力 這樣就好做 怎樣好做 止蝕馬上托上去 你就會越托越高 你現在發現 它繼續不上 繼續不去 還行 住在下面的支持位 就會越來越高 十天線就會越來越慢慢發展上去 來到這些位置 你就要小心 但是一沒有就沒有 你放心 止蝕容易看的 一轉下來就沒有 我們一直都講 一路都教大家 我們去坐 恆生指數 在3月26日 3月25日 3月26日 最低2435 因為那天星期一 一開就已經開到2501 那2501 叫做補回這個裂口 開始慢慢上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每一天的低位都高些 這個 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2435 2551 2558 2761 接著 28383 28534 2875 28765 282993 一路日日的低位都托高些 但是今天不同 今天就跌穿了昨天的低路 如果正常我們坐盤 在這裏 這裏就應該會有機會走盤 那些長瘡 我們就會在這裏走 那現在下一步是怎樣呢 就停下了 究竟 好瘡沒有了 沒有了 甚至乎可能減少 如果跌穿下面 你就不要做好瘡 你們就不要做好瘡 走到區間下面 你就不要做好瘡 你反而反過來做淡瘡 而用30222做斬頭 如果它可以走到下面的話 相反它走不到下去 你頂住在這裏 那你就繼續看 看它會不會衝破30309 那衝破不了的話 那它就繼續磨 但是你看到趨勢上面 到現在這一刻 暫時來說 在低位上的好倉 應該是要減的 在註碼上面 在現在這一刻 在註碼上面 我們應該去到三萬點上面 要小心一點 去到這些位置就要小心 OK 至於角子 角子更弱 如果細心一點去看 角子還比恆生指數弱 你看到角子 昨天最高做到1152之後 星期一開在11780 今天最高都是1780 今天最高都是1780 今天基本上是沒有上過星期一的位置 完全是按下來了 昨天最高是1152 你勉強可以說 它可以補回的距離 可以嗎 6月15日最低做11841 收市11870 你勉強都叫做Fill了距離 勉強 你不可以說勉強 它叫合格 可以叫Fill了距離 它今天叫弱一點 今天叫弱一點 雖然它最後好像收回11764 但是你看到11780 為什麼你不收回 你看到周線 你看到周線 基本上在上面 在現在這一刻 看看今個星期 A股上不到 會不會令到H股 現在就在這裡 高位出現一個整股呢 暫時來說 在4月1開波 由1152抽到上來這裡 上到118 基本上抽了300幾點 在現在來說 是停了在這裡 在高位停了在這裡 但是停了在這裡 你應該升 過去兩星期都升 可能未來那兩日升 但是在現在的勢 我們看到它不是很夠力 這是事實來的 去看看股票 最喜歡和你們說700 我們都說 700的retracement 如果用這個 計算 用這個476 因為其實 在圖表上 有兩個計法 你可以用這個476 476.6 也可以用這個頂 475.6 只差1元 但是相差對於618 而是回套的0.618 是差少少 差不夠1元 你看到今天反彈 最高去到哪裏呢 就是去到你的0.618 就是到這裡 我們早前不是和你們說 數過700 還有多少去 還有多少去 我們要買700 要700繼續call 沖穿370 我們去哪裏呢 我們就去390 就是這個位置 389至390 今天說帥哥 收388.8 現在的問題是 究竟有沒有能力 再進一步上升 這裏是阻力 現在到位了 變成你現在手頭上 你有好倉的話 你都還可以拿著 你都還可以拿著 直至它扭轉為止 甚至乎 我會認為 你來到這些位置 應該要解決一點 然後再看下一步 應該到位吃虎 看看吧 圖表分享一下 九圍一百天升穿二百天 沒有空間 我們要給時間 因為我們的做法 坦白說 我們在一百天升穿二百天的過程裏 在中間 縱使市都是繼續向上 但是中間那些短線 按下去那一刻 不用多 不用多 由現在這一刻 就算一百天上穿二百天 由現在這一刻 按一下 到二九零五零 你都什麼都吐出來 人家都是一百天升穿二百天 你都吐出來 什麼都吐出來 所以這件事 對於我 對於我來說 不是太重要 除非你把剪輯放得很遠 看好倉的 除非剪輯放到現在二百五十天線 落到二萬五千 二萬八千二 那些位置 我來做剪輯 這個就重要 對於你來說 是一個好的正面 我們去看看其他股票 六零八八是怎樣 六零八八今天一般 沖上去 做到最高位四零二 縮下來三九三 力度就不夠 升了一仙 圖表上就不夠力 看看可不可以 明天再進一步上去 樣子不是壞 不過不夠力 九龍子葉 九龍子葉 你看到 今天開在七八 收七八一 這隻又升了一仙 那隻又升一仙 這隻又升一仙 不過這隻就有機會上去 那隻就不像上去 圖有分別 圖有分別 那隻是做完高位跌下來 這隻是做完低位上去 這隻也更有力 看看可不可以再推高一點 好 這隻網龍是怎樣 七七七 22.85 其實昨天做得差 昨天做了個頂出來 23.7 開始縮下來 今天技術面上 再進一步向下 對比昨天更差 看看會不會深一點 這隻不要拿 我擔心會深一點 完美金融風暴 你是誰 昨天有個太空人 昨天有個未來戰士 昨天有個完美金融風暴 股市創新高 日元升 油價下跌 美元指數下跌 請指教 你可以這樣說 不過 還有一個可能性 你還需要看很多東西 不可以這麼快 但是 你說市場是否不上得 這是事實來的 至於是否講到完美金融風暴 我暫時沒有能力 暫時沒有能力 暫時沒有能力看 讓我先進步 我沒有能力看 不過的確 現在是需要一個調整 市是需要一個調整 不是金融風暴 是需要一個調整 飲水SIR 你好 MMM 你好 還有上次 今天又投入700 甚麼價投入 我要止虧 為何市場還不下跌 你看看 樓上叫你金融風暴 你快問樓上 700 剛才說了個位置 至於27 你用62元做Stop 前日的最高62元 你只要用高位做Stop 1928是怎樣 1928金融 金融也是 再進一步 43元衝穿 43.3毛半 金融也很強力 好 你好 還有一個小問題 今天大事不動 但700會升這麼厲害 明明不要 那700做完 是不是 完成了 做完0.618回頭 成你貴然回頭 好嗎 我們再繼續去看 1829 中國機械工程 今天這棍都做得好 做得好 慢慢繞上去 走得這些 就要繼續向上 保持升勢 今個星期才叫做 由低位剛剛上去 過去的三個星期 曾經下跌3.9毫半 暫時來說 3.9毫半不穿 你都還要拿著它 沒辦法 388可不可以沽 但止蝕很遠 388 他根本上是沒有力 這隻肥肥的 281元 今個星期 他開在281元 就是原地踏步 大股30119 他就281元 他好的 在圖表上 好像很好 在低位 叫做撞了10天線 彈上去 但要彈到很高 暫時不行 我覺得它一般 版本容易 看看能否彈高一點 我覺得3008 一般 你十天線 不會有機會托住 268 金碟 金碟 在前日 做完低位 開始反彈 今天還算不錯 還是保持到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做高一點 9.12不要穿 不要走下去 繼續向上 我們再站高一點 站回9.6樓上 會更加帥氣 751 怎麼看呢 我們現在 等等 751 751 創為數碼 走勢上 似乎開始進入一個 橫行狀態 不算特別漂亮 然後我們看看車股 1211 帥氣 山盛 上去53.5 上面的阻力位在54.7.5 看看能否再上高一點 我們看到175也是一樣 前日跟你們說 這輛車衰得不得了 一開開 17.98 你開得那麼噁心 很難再上去 好了 今天開低 17.18 但是中段 intraday 可以頂著上去 現在就是真遲 究竟可不可以站上18元樓上 上去18元樓上 就叫抵消了昨天 昨天的頂 走勢 保持向上 但一定要上去 不上去 就一般 接著我們去看看1623 1623 海龍控股 一般跌下來 昨天也是做得弱的 1號仔 怎麼看 1號仔保持勁勢 它仍然是勁勢的 85.3號 今天一般的 撞壞了 今個星期 今天這麼差 下回到10天線 看看10天線 能否頂到 為何今天低 今天沒有看過 星期一 星期二上去 今天一開開低 下回到84.5 最低 就是在10天線頂住了 幾大都要頂住 要它好就要頂住 否則它會有機會頂下去 好 看看2333 然後看看下面有沒有特別 不夠時間 2333 今天叫爆上去 汽車股有機會再進一步向上 今天最高做到7.09元 先拿著它 有沒有特別 175 今天聲音這麼奇怪 有什麼聲音呢 聲音都是這樣 都是沒有特別 是不是市 跌穿通道底 如果跌穿通道底 就會做一個更加深的調整 現在回到通道都不應該 首先由一個市場上升 升變成停 停變成跌 或者停變成回 回得深的就叫做跌 就是這樣 在走這件事 喂 怎樣 941 又問我 941 就是九鐘 後面轉了 77.8 可以頂嗎 頂不了 會行深很多 OK 好了 今天就這樣 以上股票 我沒有持有 多謝大家 拜拜